我也会支持 我们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陕西的网络观众 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你好 家庭好 我想的话 除此南北韩统议的 恐怕不是美国是中国 中国人老是把北韩当一个 短线牌 跟美国抗衡的一个短线牌 现在我注意到一个就是 北韩的金融日 他原来身体正常不好 他这种体制有可能就说 在金融日趋势以后 发生一些可能变数很大 不知道在美国 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 谈论过没有 谢谢了 好 谢谢陕西的袁先生 提了一个 实际上我正想提这个问题 就是前段时间 大家都说这金融日的健康不好 好长时间没露面 现在终于露面了 但是好像舆论界认为身体还是不好 说假如金融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局面 我觉得现在很难来预测 我们也不知道北韩会发生是什么样的事情 它是非常封闭的 很难跟他们接触 我去中国的话 一年去四五六次 我那边有朋友 我住在那边过 我的中国的朋友也可以到美国 所以中美之间有许多的交往 它能让大家促进互信 但是与北韩来说呢 就没有 甚至从中国跟北韩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接触和来往 那么 其实是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当温家宝去访问的时候 温家宝也说金正日身体还不错 所以我们不知道金正日还能活多久 所以现在也不可能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他也肯定有一天他会去世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机遇 最重要的呢 就是中国 欲需要 把金正日之后的北韩 作为是一种机遇 让他反生改变 不管是鼓励改变 还是说是要硬性要求他们改变 反正他们不能接受现在的这种状况 他会有 北韩会有一个新的领导 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权力的结构的调整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 包括许多别的国家来说 也都要抓住这个机遇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 中国的决策制定速度很缓慢 而且可能比较保守 如果他们延迟 如果丧失了这种机遇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机遇呢 就是中国跟美国可以现在悄悄地开始谈 之后我们会怎么样做 可以互相来下一些保证 比如说一旦金正日去世以后 我们会怎么做 对于北韩的未来会怎么做 我们可以互相保证说 我们对方的意图是怎样 我觉得这样的对谈应该悄悄地进行 但是对于中美两国来都要有互信 对于南韩也应该要牵涉进来 南韩也要意识到说 它对于北韩的支持应该更为开放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该抓住的机遇 我们再来接几个电话 下一位是我们邻国加拿大 网络观众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移民的加拿大 已经八年多了 我在两个社会制度下都生活过 所以说我是觉得 我更有发言权 对这些不同的政治体制下的生活环境 有些发言权 我认为吧 不用用冷战思维来对比这个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呢 它们都是不完善的 中国呢 在现有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上呢 建立一种制度 只要它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制度在不断改善 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吧 这个地方 在这个网络上 很多人都在强调这个民族和自由 这确实很重要 我也支持这个普遍的 那个价值 价值取向吧 但是我要说呢 民族不是目的是手段 它的手段的目的是让人生活得更好 生活得更舒服 而不是为了民族而民族 第三是我强调说 这个网络吧 在美国之音 我一小时都听美国之音 包括打越战的时候 我就开始听美国之音 因为从中国公共上 并不能知道当时的作战的情况 各种情况 我是所有的美国的一些书 包括一个松写的很多书都看过 我想说的意思说呢 美国有些政治人物 他们在强调这些东西吧 是想站到一种 道德高度上来 是一样 包括邀请达赖 去访问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 实际都有在美国的利益在那 作为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去搞政治 他搞这个政教合一的人物 但是建立一个什么 藏族自助的一个政府 我看的是民主倒退 而不是进步 我的观点发表在这 好 非常感谢 这是江南大的王先生 发表了 主要是发表了他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 广西的观众 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我觉得奥巴马已经开始 转变美国在世界八战那种形状了 已经有所改善 以前不许那些很长运的 被朝鲜那些那种很冷战 冷战 是因为你要不要动我就可以放逼到底那种精神 美国以前是那种长远 甚至找到美国能更加用那种难处理来跟这个朝鲜打架到 那是更好的 另外我觉得在经济方面 中国还有美日韩 还有朝鲜 美国 这几方面 一定建立一种经济透明 那才能 整个地区才能够和平 才能够发展 好 谢谢这是广西的李先生 因为我们线上今天的观众和听众特别的多 今天让您讲到这 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安卓我想让你就刚才这个 加拿大这位王先生的发表一些观点 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 其中有一点呢就是 政治家他玩意儿都是政治 当然这可能听上去不怎么好听 但是确实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觉得具有代表性这也是很重要的 达赖喇嘛他有自己 就达赖喇嘛访问来说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议程 就跟接待他的政治人物一样 当然还有自由的问题 那比如说是媒体的自由 新闻自由等等 所以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在这些方面 中国呢也已经开始有所改变 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有做更多的改变 而且如果把他跟北韩比一比 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但不管怎么样说 你要看一下 不管是他已经取得进展 还是要看他 他最终还要做多少的努力 那么就第二个问题来说 说到奥巴马的政策 他想清楚地表明呢 美国永远不会与 只要北韩他不进行核武器发展 他就不会对北韩采取正式的这种制裁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声明 你不应该把它解释为是缺乏灵活性 他说他愿意与北韩进行接触和对话 他们希望来北韩的一些官员来美国访问 他也愿意向北韩来派一些美国的官员 他是希望不管是从双边来说 还是在多边的框架下都进行这种接触 就刚才广西的听众说 他必须要跟南韩跟日本也要进行接触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所以那么对于北韩来说 采取一种新的方法来说 美国也是很有兴趣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不可能说明天美国公司就向北韩进行投资了 在文化的层面来说 也不可能有很多的这种交往 除了纽约的爱乐交响乐团去北韩访问 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去北韩访问 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访问以外 其他也就很少了 那我也希望 我们能够在这方面看到更多的